嗯 哎 啊 好疼 我不仅穿越回了一年前 竟然还和周氏集团的总裁互换了灵魂 你的孩子已经保不住了 你必须马上去做遗产手术 我明明还能感受得到他 不行 这是钱总的命令 周总 你怎么在这 他是钱总的 滚 赵六爷 你怎么这么狼狈 钱送人呢 等我 爸 蛇蟹心肠的女人 是你狗鬼害得我爸出车祸 周奇安 我是你妈 是吗 我爸死了是不是我得喊他一声吧 放肆 周奇安 老爷子还病着呢 你却像个疯子一样在这里大闹 钱送 你自己老婆你不管 却在这里关心周夫人挨了巴掌 他们两个怎么比 你 钱总 原来你一直在陪着他 你怎么在这儿 爸 爸 医生 医生 快点快点 你给我让开 从那天去 我就再没见过周奇安 我的人生 他妈 你先吃 我都可以吗 哟 哟 这不是周家大公子吗 这么少在天安宿完卖 拿去卖冰水喝 都当是 你爸给你的 哎 臭 周家大叔 你一个丧家之犬 哪是什么后能 你们这对狗男女 我一定会杀回来的 你 你真的很得加心 抛下那个女人和孩子 对我最重要的 当然是你 还有我们的周氏集团 去吧 前宋 还以为自己是影号呢 画这个妆给我看你配吗 滚开 画这个妆给我看你配吗 滚开 前宋 前宋 孩子 前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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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结婚 不就是想比我以后的身份 我帮你拉投资了 现在却包上了更粗的大腿 把我家拉纪 泪 龙龙龙 中六爷 我们灵魂互换了 还回到了一年前 嗯 对 哎 中六爷 你看哪 你摸哪 你们在做什么 什么也没干 我是来试戏的 雷一 我尽快来接你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我想念死 雷一 就是因为我冷落了你 所以找个别的男人开房来接我的是吗 千苏 安静 你现在是这么多姨 你怎么了 那个 那个 我今天来大姨妈了 大姨妈来的可真不难敲 让我非臭死这个孙子 他怎么连你大姨妈的时间都知道 少爷 都市长出货了 情况危急 医院地址罚我 快 这里是VIP病房 滚远点 工作不想要了 让他进去 别再让我说第二遍 怎么样 有你小时候总平时的驾驶吗 爸 爸 琪安 他是谁啊 他是我的好朋友赵乐仪 您没事吧 老天爷还舍不得烧我呢 我专门找了院长 负责圣年的治疗 圣年 你还好吧 没事 孙月柔 今天的车祸 是不是你算计好的 哪来的贱女人呢 你不要命了 阿姨阿姨 不好意思啊 我女朋友被福利咬过 他一文件搜尾 他就忍不住动手 够了 琪安 他是你小妈 你当年竟然被他拼了这么久 直到我爸快去世的时候 我才知道 他一直觊觎周家的财权 先是让我爸瘫痪 然后开始夺权 乐仪看着 还很亲切啊 你肯定被吓坏了吧 琪安 嗯 大家回去 好好地招待一下 嗯 哇 这么好多桌子 还有电脑 全新的苹果电脑 哇 你的办公室 真是应有尽有 真好 还有这个椅子 看着就舒服 以后就是我的了 吃吧 这是你的工作菜 你中午饭吃鹅肝啊 你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迟早会露馅 被孙月饶整死 太好吃了 话说我们为什么会穿越啊 话说我们为什么会穿越啊 为了把失去的都夺回来 保护我们爱的人 那个 其实我在当时下落的时候 我就后悔了 我感觉那就像一场可怕的噩梦 我还是想活着的 张老爷 你怎么哪哪都疼啊 还有这个 必须要穿吗 你太难受了 肯定要穿的呀 你 你怎么了 乳腺 会不会是乳腺肿瘤 我一年前得过 为此吸引了一年专门调养 不行 你得好好保养 你得把它揉开了 我帮你 注意你的身份 男女受受不亲 你得揉开啊 那你自己揉 得揉开 周总 我待会再来 你得揉啊 你不揉 我帮你弄 张总 各部门等着您开会呢 现在吗 不行不行 我没当过爸总 我不知道怎么当爸总 翘个二郎腿 从两点做到三点 周总好 周总 广告部这个季度 同方效果不佳 是否应该调整 新媒体推广方向 周总 下个季度的市场予销计划 您这里有什么意见 啊 那个 什么事都来问小周总 要你不干什么吃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以后 这点小场面都应付不了 那 那也得有 得有剧本啊 我们当然有剧本 而且是两份 我要从孙月饶手里 夺回周氏集团 你要看清钱送的真面目 你不是一个人 而是 我们 我会扮演好周启安这个角色的 看什么看 周 周总好 对不起 胆子真大 不是 居然敢进你厕所 你 你不是也进男厕所了吗 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咱把手机换过来 手机 密码 手机受面部解锁的 周 周小姐 现在你去那边 站住 我 你 到底是谁 少爷是许过情仨术 你果然不是 谭秘书 放下 谁是你老板 你看不出来吗 灵魂 互换 这也太荒谬了吧 还能换回来吗 仿佛 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醒来就这样 总之 谭秘书 你负责 把它调教成 周 其 安 你负负责 你确定我能 相信你自己 你没问题 喂 你可是女明星 要问你 赵乐仪 你敢在外面对我这么做 你就死定了 谭秘书 你帮我去调查我爸车祸的真相 就从孙月饶开始入手 是 哦对了 你明天去帮我看看爷爷呗 他就住在这种地方 别扔扔了 呦 臭大名乡 终于肯回来了 你们是谁 前段时间收债 没收到你们家 连本大爷都忘了 你那赌徒爸妈 欠我们一百万 他爸妈欠了 关他什么事 怪就怪在 他没有能力还 还不起 就用身体还了 这句身体 还是太难 不就是一百万 你就嚷嚷呢 跟乞丐一样吗 赵乐仪 你什么慢劲啊 赵乐仪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 你不会是帮上富二代了吧 再说一遍 给我马上滚 再敢找赵乐仪 别怪我不客气 我说了 用滚的 赵 少爷 我们通知了医院 给赵小姐的爷爷 安排了VIP病房 赵乐仪能活到今天不容易 细节别跟他说 免得伤他自尊 我们调取了整条街的监控 在昨天赵氏司机 见过孙月饶 孙月饶 果然是你 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爷爷一切平安 再协和医院接受治疗 赵小姐 这是周氏集团的资料 少爷呢 让你今晚全部背完 全部要背 这么多东西 我哪背得完吗 少爷已经对你很仁慈了 要是按照他的日常 你还得学高尔夫球 红狗鸡剑 骑马牵水 并且已经在绣 王二级的包机上了 停 我背 我现在就背 赵小姐 赵小姐 该换药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去年 您去海湾洽谈生意 但是呢 他们对您的私人飞机 动了手脚 幸亏啊 您活了下来 原来周其安的生活 也有这么危险的一幕啊 明天十点 在华丽摄影棚 我记起来了 这次试镜 就是一切的开端 他们威胁我 去讨好投资权的大佬 爷爷被气死了 我发誓 绝不会再冲倒覆车 一定要查清 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不尊严 重新回忆 老爷子瘫痪了 谁叫他更依赖我了 那个刺激的事情 处理干净了吗 机票已经订好了 周氏集团 终究会是你的 你那个小演员女朋友 和周其安有一腿 怎么 不开心啊 我爱的只有你 他只不过是一个 用来送给 上面人的工具 讨厌 油嘴滑舌的 少爷 这一片是三不管地带 司机就藏身在这附近 别打草惊手 赵小姐 赵小姐 你怎么十点才来 你来的也太晚 糟了 走走走 拍照拍照 赵小姐 你什么倒霉体质 总遇到这种事 赵小姐 您得按照角色 要求周壮啊 穿得清凉点 就凭你 也想潜规则我 哎呀 你就得学会伺候人 要不 你怎么翻身啊 来了 这 这怎么回事 你不是要叫我翻身吗 顾奶奶 顾奶奶 我错了顾奶奶 你不是要叫我翻身吗 你让我翻身吗 我错了赵小姐 我错了 还好你没事 张蕊仪 你到底还要多蠢 如果今天来的不是我 而是你 你该怎么办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 可是 可是我也是被骗的呀 我需要钱 我需要机会 我每天都过着 照不保夕的生活 越来越空的药瓶 越来越厚的 意愿催脚单 我该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抱歉 我不是想奚落你 张蕊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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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看 这是他和他金主的聊天记录 把你推入深渊的 不是别人 就是你最亲近的人 钱送 情人真的是他 那个 我们俩 真的要 住在一起吗 你这副身体 就是个麻烦制造机 不是追债的 就是想轻薄你的 好像也有道理 谢谢啊 谭秘书 你真好 对不起 少爷 我实在 没习惯你 这副样子 滚 我不在你身边 你露出破诊 怎么办 干什么 少爷 你干什么 我什么干什么 我做好事了 门口那个大爷 我今天帮助他 你脑子烧坏了 你脑子才烧坏了 特别失忍报道 周世纪的 郭子周琪 帮助七学俩人 学签成功 成立互助募权 周世纪 尽早 直线 霸上五个百分别 不是只有你们 才能看到没来 对了 我们得制定一套反击计划书 我们不仅要夺回影后的地位 还一定要让钱送 尝一尝失去挚爱的 滋味 我可以帮你吸引钱送 但你也得帮我 我要利用钱送 查到赵氏司机的下落 戳穿森叶饶的阴谋 不过 想要引起钱送的注意 让他上钩 你得改造一下 什么 赵乐儀 你竟敢让我 堂堂周世少爷 穿短裙 好了 不是说好了吗 要引起钱送的注意 然后套他的话 你给我等着 你现在 钱送都认为你背叛了他 到底该怎么办 第一招 欲擒故纵 要想被爱 先得自爱 滚开 你说的对 我该怎么办呢 今晚 带你去最高级的餐厅包场 找最贵的摄影师给你拍照 你就负责发朋友圈 给他看 小小 如果苏氏集团愿意为我的创业团队配资 我当然求之不得 那 你就讨好我 苏小小 你很快就没有了赢家 赵乐仪 没有我的日子 他竟然过得这么开心 赵乐仪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赵乐仪 我的身体从来不熬夜 滚去睡觉 看 钱松给我发消息了 他主动约我在学校见面 周少爷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周少爷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张乐仪 你是在考验我的自治力吗 我 周千安你别开玩笑了 我们现在是盟友关系 你真要纯属自恋 钱松 依旧认为你好拿捏 不能急 得让他尝尝 失去金子的滋味 我去看看这个直播 现在有上百万人 投不观看呢 赵乐仪 你真是让我惊喜 居然把我约在这 感谢各位同学的支持 欢迎报考广海大学 赵乐仪太强了 他在直播职业呢 咱们需要上来热搜第一 好好 跳得不错呀 周千安 不枉费我昨天教你那么久 钱松 陪我买身衣服去吧 明天见导演时要穿 小嫂 抱歉 失陪一下 又是张乐仪 钱松 我可是苏世千金 乐仪 你是来见我的吗 钱松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冰封玫瑰这个品种 其实都是染色的 所以 野鸭就别妄想做凤凰 再怎么包装 也掩盖不了你低劣的品质 低劣 我们走 捷气吗 爽翻天 钱松每一次想不开 他都会喝酒 我们呢 就可以趁他喝醉的时候 拿到他手机里 跟孙月饶勾结的证据 还差最后一步 要彻底击溃 他的心理防线 赵乐仪不会和周少爷交往了吧 他们多般配啊 钱松的肠子都要回清了 苏小姐好 钱松 你该不会还想和赵乐仪复合吧 有误会 都是为了柳亮逢场做戏而已 那种赔钱货 门不搭 户不对 钱松 你觉得哪个包包更适合我 这是高端产品线上的配货 也是今年从法国来的限量款 五十万 真贵 那我得让苏小小对我死心塌地的 挑一个喜欢的吧 你真好 对了 我爸说 只要请我做主演的电影 就给你投资 你的创业团队考虑一下呀 抱歉先生 刚才查了一下 我们店里的货都被卖空了 什么 谁敢跟我苏小小抢东西 是我 你有意见 我把整个商场的包都买了 不过 我可以大发慈悲 送你一个 让你用来讨好小抢东西 怎么 你也愿意 陪我一碗 怎么 你也愿意 陪我一碗 赵老爷 你是不是帮上了周启安 追我的人太多了 周启安 只是其中一个 不过我承认 他是最帅 最有魅力的一个 你 你个奸货 他的脸 也是你能够闹 秦安哥哥 怎么连念护着这个普心女 转过去 这张脸 在未来可值五十个亿 什么 再说了 自信的人才最美 我们走 留下 到了一眼 我只为你低这一次头 怎么 因为我也便有钱了 不过很可惜 现在的我 你高攀不起 因为争吵 才是无价 走 我空穴 可笑 我比你们任何人都强 我真是出身太低 没有机会 你们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骑在你们头上 你 你 你 钱总 你真是冥顽不划 爷 你真的不爱我了 为什么你越是这样 我就越想你 因为你身边的人 都是虚情假意 除了曾经愚蠢的我 张脸 你真懂得往人心口上 扎刀子 喝 喝多了 快找手机 他很聪明 把聊天记录都清空了 我看看 他还是会做出扩展 形成软件上 一定要形成记录 找找看 果然 找到了 赵氏司机的号码 你们女人的直觉真可怕 三天后 这我爸的寿宴 我一定 会戳穿孙叶绕的阴谋 前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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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前搜 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啊 哎呀 喝得这么准 啊 嗯 我 那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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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不留活口是吧 是 我一定找你 既然利用完我就想杀了我 啊 你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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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安 好久不见 姑姑 齐安 怎么能把这种身份 低下的女人带来家宴 周女士 齐安好像就喜欢我这款的 不是比苏晓晓好看得多吗 你没脸没皮的东西 姑姑姑 你别生气 生气多了容易褚周纹的 这个我很熟悉 我最近在开发美妆产品 您身体怎么样 齐安 今天的寿宴你办得不错 做事有些样子了 我邀请了整个广海市的人 过来给您庆寿 您先过去打个招呼吧 好 好 等等 商场上的事情 你去干什么 姑姑去就可以了 姑姑 你还是那么对我有防备心 说什么废话 心里没输吗 圣年 不一直都是我在照顾吗 你却整天给你那个小女演员 花天草地 不务正业 你不是也在外面包养男人吗 你 你胡说什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不就是为了我们周氏集团的资产 其实你对我爸一点感情都没有 我 周总 老爷子今天过生日 您这么说周夫人就不对了吧 怎么了 心疼了 所以那个男人就是 周齐安 你别太过分 呦 退后入座是吧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 齐安 这种场合别胡闹 孙月柔 你会知道什么叫后悔的 惊喜就要来了 站住 让人是什么呢 他秘书 这个人形起可疑 已经被我们抓到了 外边乱停了那么多车 出去 维持一下秩序 那个 今天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赶紧的 家和万事兴 感谢诸位 愿意光临我的寿宴 祝周氏集团 万寿无疆 周氏集团 正正与上 思雨柔 难道你惊慌失措 是你指使我开车去撞周董学长的 你这个黑心女人 你竟然派人来杀我 还威胁我的全家 不说八道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为什么陷害我 你是不是拿了别人的钱 呼唤我 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自己清楚 我就知道 孙月饶着狐狸精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够了 原来今天是场鸿门宴 各位见笑了 我们周家的事会自己处理 带他下去 为周氏宅院 张建桥 怎么是你 我亲自见周老爷子 贪得无印的东西 你怎么还有脸回来 是你驱下我的航班 是你派人追下我 别急于急 先上了喝杯茶 难道计划被周启安知道了吗 不 司机说的话也不可行 不能再给任何人留下罢了 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你先冷静 咱们呢 是一条船上的 那司机死了 怎么可能 你冷静着 半小时前他突发心脏病 我也瞎到了 更何况 这是周家的事 你怎么这么启动 心脏病 怕不是有人故意刺激 你 自己突然闯进我的生日宴 又突然死在审问前 你没什么可解释的吗 少年 你竟然怀疑我 我为你付出这么多 你怎么还是不相信我呀 周氏毕竟是上百亿的资产 人心不足舌吞响 既然 你不相信我 那我就照片给你看 月容 月容 你这是做什么呀 月容 快叫一声啊 周董事长 我们调查了司机的银行流水 他果然在找来会长当天 户头注入了一百万 肯定是自导自言 对不起 月容 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是被人陷害的 孙月容 钱送 你们两个好演技 其实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场闹剧还不够吗 现在全市的人都在看周氏的笑话 我们走 少爷 司机的家属决定和解 他们拒绝解剖一题 是我太自负了 瞧瞧了孙月饶 周董事长一定会查清楚真相的 你最终败在孙月饶手里 到底是因为什么 他惦记的是整个周氏集团 他用影视公司为规 就大额担保 转移资产 不仅控制了我爸 还贿赂了股东 也就是我辜负 影视公司才是一切的开始 对吧 我要影视公司 也要让你坐上影后的位置 我已经会演巴总了 那你要成为一个演员 你会演哭戏吗 我用眼药水不行吗 实在不行 我只要打戏路线也行啊 别打了 女演员精肉旺盛不好看 诶 周姨 我只是练错你的手臂 你想让我断此绝孙啊 孙夜饶如果失去股东的支持 她就开不来影视公司 都来得及 一切 先从我姑姑周生月入手 真是没有教养 没人教你 不能让长辈等太久吗 长话短说吧 姑姑 周女士 我侄子让你住进了周家 还给你买了猴车 你爸妈没教会你 要脸吗 周齐安愿意给我买的 你不该怪他败家吗 你 齐安怎么会喜欢你这样没教养的东西 他活该吧 车子 衣服 你都搞到手了 现在我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 离开我的侄子 一个孙月饶就已经让我受够了 我不会让你也加进周家 我知道 你很疼爱齐安 但是格局比我想象的小啊 还是说 你打算分析付款 你是第一个还嫌少的 我们就跳过这些狗血的老套路吧 什么 其实今天 我是想给您看点新鲜的东西 汪凯 赵乐仪 你是故意让我过来的吗 姑姑 我来跟你解释 齐安 您别生气 事情是这样的 姑父 已经出轨有一阵子了 我想你可能知道 但是 不愿意接受 算算时间 姑父现在 应该已经在转移资产的事宜了 再过半年 他就会跟你提出离婚 然后 再打您个措手不及 你怎么会知道 我身上发生了一些难以解释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相信我 我这次来 也是为了证明这件事情的 我可以 预知未来 齐安 想当初你姑父 是求着娶我的 喂 王凯 你在哪里 小月 我在见重要客户 先挂了啊 抱歉抽到你的痛处 但是 我们手握剧本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说吧 我该怎么做 让汪开业一败涂地 自己的事情 肯定有人泄露了出去 你最近 和昭乐仪走得很近了 我对你才是真心的 真心 你确定 我们不是互相利用 会用时间去证明的 算了 别拿那些哄小孩的反戏哄你 我贿赂了周家的瑞士温凯 他答应跟我合作 反而摆脱周盛月的控制 三天后 我约了他签合同 好戏 终于开始 王凯 周启安 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我在这儿 当然是跟我的好姑父 签合同啊 我没告诉你吗 这家影视公司 已经是 汪凯 你怎么可以 他怎么不行 周盛月 你竟敢打我 我可不知道 竟然有人背着我 私底下跟我老公会了 别胡说八道了 行了 你准备净身出户 老婆 老婆 都是他诱惑我 逼迫我的 老婆 你要相信我呀 我把所有的钱都吐出来 你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啊 这可是你说的 你怎么可以 你 所以你承认你贿赂 王凯竟然转头就叛变了 你还是 果然没有一个搞得住 周启安 你以为我就没招吗 跟我斗 你还嫩着 周启安 等着瞧 孙月仰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让你的阴谋得逞 你说我们怎么能弄到五十个亿呢 别慌 我赵乐仪的脸就值五十亿 再来两杯玛格丽特 还有一杯 你说能帮我赚到五十个亿 就是跑到这儿来接馅饼 你看那边 他就是新库导演 最重要的贵人 那个 混混 什么混混 他可是在2024年 凭借欲伙同声 获得国际电影结奖 受到无数投资人的青睐 他之前 一直坚持 作品无名闻金 现在正是他山穷水金的时候 你的意思是 我们要许跟宋探 给他钱 给他全 酒宝 再给我来三杯 快点 我又不是付不起钱 赶紧呢 哪来的酒鬼 臭小子 你是谁啊 凭什么关我的事 我已经拿到了公司三分之二股东的同意 影视项目我也考察好了 专业评估团队给出了82的高分 你为什么就是一直不让我做这个公司呢 我在公司 有一票否决权 你不是想让我回集团吗 我现在有了想做的事 你为什么就是不同意呢 我知道 你这是要跟你小妈对着干 如果你想做其他业务 随便挑 叔叔 我有些话不吐不快 乐仪你说 钱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并且一直在为之努力 我知道您真爱他 所以他也想能凭借自己的能力 名正言顺的接管集团 盛年 他一个外人凭什么 你别管 让他继续说下去 目前为止 我没有动用公司的一分钱 就已经把公司未来的规划做好了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 以生意人的角度看 月饶的策略更稳健一些 不过我决定 谁实现 五十亿的流水 就把公司重要的业务交给谁 我快明白了 再打我一圈 再打我一圈 我朋友喝醉了 医药费我们会复的 快 从这儿打 从这儿打 原来你是神经病的 我终于明白了 就这种感觉 我终于明白了 师弟 谢谢你 原来你说的全是这个圈 拿两瓶最好的酒给这位兄弟 全挂小周总账上 吓死我了 刚才差点就被揍了 嗯 你这是担心我 我是担心我的脸 我看他获奖感言 都看了十几遍了 他呀 每次提到他的创作灵感的时候 都有个情节坎坷 我只不过是把他的电影情节 再献了一下 这也行 十五二十 十五二十 十二十 十五二十 你怎么冲键到我 我没有冲键到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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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走 兄弟 真是和你 不敢不相识 亲长 我跟你说 我对你那个新项目 是特别的感兴趣 你有什么新项目 好项目 你带着兄弟一起赚钱啊 只要 女一号是乐宜的 其他投资款 我来解决 赵小姐 是个好业员 不过 有一个姓孙的投资人 已经签了 自已想 条件是 带用他的人当女主角 但是有一个几场戏的小角色 我不知道赵小姐 亲导 我从来不嫌弃角色想 让我来试试吧 好 那我就给你讲讲这个角色 不普通的心 只有心里有一个不普通的心 不普通的心 对 后天记得来片场 我的人通知你世界 别收到啊 拜拜 这是什么 兔兔酒 你装醉啊 不然怎么喝到它 走 把衣服脱了再睡 这样会感冒的 别脱我衣服 我跟你说 我在这副身体里的时候 我每天睡觉 都是闭着眼睛的 是不是因为 我太帅气了 自恋 我是害怕我会 喜欢上你 如果你第一个遇到的是我 会不会比现在过得更幸福 你是不是也喜欢我 别胡说八道了 不是 你是干嘛 叫来 明知故问 哄你睡觉 活得甚至我疗瘾 从小到大 我就希望有人这样哄着我睡觉 我是一直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会让你体会的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谢谢你 周琪啊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你这样练会把我的肌肉练大的 就你这副小身板 以后再生病了可怎么办 你给我放下来 真是不同的感恩 你往非我昨天晚上陪你睡觉 说什么呢你 谁陪你睡觉 你 送不开 好久没看见少爷这么开心了 赵乐仪 你竟然敢用我的身体 吃垃圾食品 垃圾食品怎么了 垃圾食品多少吃 反正我吃了我又不想忙 住嘴我增机不容易 别吃了 赵乐仪 新倒是新马上要开拍了 你最好别给我搞砸了 我当然知道 生气了 赵乐仪 他凭什么开钱 哥哥的车啊 小小 你可真行啊 怎么拿到女一号的 是片方求着我来演的 我都不兴来 听说 那个导演脾气不好 还喜欢发飙 你可得注意点 放心吧 导演这次的发飙对象 还不如不胜 什么时候了 马上开拍了 演员呢 人呢 新倒 我提前到片场 是有几个问题 想跟您沟通一下 前却在巧可以不接 不要在周总面前转眼 到我这里装大牌 就是 一个刚入圈的群众演员 就在微博上炫富 偷拍前哥哥的跑车 到处偷刷哥哥的卡消费 不就是靠底姿色 活些流量 想加入豪门圈吗 前哥哥才不会看上你 你有姿色 被你爸爸送出国 花大价钱整的吧 你伪造名牌大学学历 造学霸人生 以为收买所有知情者 就不会露馅吗 你怎么知道 今天通知我 十点到现场的事情 也是你找人做的吧 还以为在国外待个几年 能张张脑子 扛人的招数 都不更新迭代一下 你个贱人 我从来不对女人动手 赵乐宜 你就是我要的女主角 我从来不打女人 你这个词改的 跟我斐烟写的一模一样 你肯定把女主角的人设 吃透了 谢谢导演小时 不用不用 有你是我的荣幸 导演 孙总 赵乐宜抢了我的女一号 你说怎么办吧 我已经让导演修改剧本 把你的戏份增加了 那个女人 不知道使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手段 要挟齐安哥哥 现在连导演都被他 迷得五名三道的 我可不想他每天 在齐安哥哥面前晃了 苏小姐想怎样 上赵乐宜走人 那你得找周启安 赵乐宜啊 是她的人 如果你不解决这件事 我就让苏氏 从你公司撤资 苏小姐 您其实最在意的 还是我们家启安对吧 你看呢 我是过来人 最清楚男人呢 都是很势力的 等你爆红 身下百倍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真的吗 当然了 恰州的活动啊 您跟我一块参加 我给你一个爆红的机会 恭喜乐宜啊 第一部电影作品 就做了女主角 谢谢拉菲姐 有什么值得恭喜呢 导演就是个新人 我正在争取 单挺国际电影节的 创新电影关节 也就是个陪跑电影 当不上女主角 就只能吐吐酸水 有什么好在意的 我马上就要和影帝合作了 到时候眼馋吧 小小 月饶影视公司 将正式与国际影星 周英杰先生 公司力捧的女演员 苏小小女士 将与周英杰先生 共同出演 本公司首部科幻电影 大家敬请期待 乐艺小姐 你愿意做我的女主角吗 周英杰 你参加这次宴会 是和我一起合作的 你怎么呢 我从没有答应过孙总 他说的是真的吗 周英杰 我叫你过来 就是为了拒绝我的吗 不 我来 是为了赵乐艺而来 辛苦导演 向来特立独行 但却对乐艺赞不绝口 我想 他一定有特别之处 谢谢周先生 我向大家宣布 乐艾影业正式成立 本公司即将打造科幻机制 也将邀请周英杰先生 和赵乐艺女士 共同出演 我们也将邀请 好莱坞的制作团队 和新库导演 周琪安 你在搞什么鬼啊 你敢偷我的团队 哦 我只是以其人之道环阵天 通话 还也是 输得越大 还越可以近代 周琪安 跟我比 嗯 你说 为什么周琪安 总是快我一步 就像我肚子里面的蛔虫 担心 他再聪明 都玩不过你的 别敷衍我 我在想 无论是卡车司机 还是会了汪凯的事情 你说 是不是有人在暗中 告密我的记忆 你怀疑我 你别以为我 你看赵乐艺的眼神很不懂 队长 你真的想多 请 送 预祝我们合作顺利 没想到 还能和周总明合作 你为什么在这儿 今天 我是投资人的神祖 苏氏 也投资了这部电影 也好 绿叶配红花 你在赵乐艺身边 挺吸睛的 那当然 以我的美貌 天生就吸睛 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是绿叶 她是红花 谢谢你 让我们公司的艺人 更加自信 周总 难道我就不漂亮吗 周总 这张脸是属于我的 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赵乐艺 你凭什么替周千做决定 她可能 只是真相流露而已 如果是周英杰问你 你会同意吗 如果是 周周影帝的话 嗯 哎 以后这种无聊的游戏 就别再叫我 你今天 为什么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我 我们根本就不是 不行吗 你是在意女明星的身份 还是周英杰 这重要吗 你有什么资格问我这个问题 就凭我是你的资方 我是电影投资人 够了 都不是 周千 我还以为你哪怕有一瞬间喜欢过我 没想到你跟其他人一样 都只把我当商品 我不是这样想的 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够了 我们只是合作复仇的关系 请你不要再做多余的事情 让我误解 赵乐艺 你敢说你对我一点心动都没有吗 你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 事业上对你有帮助的女人 我上辈子就在婚姻的选择上出现了问题 我不会再冲到覆辙了 我跟钱送不一样 周千 你不会真的喜欢我吗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想洗澡 周千 帮我拿个浴巾 刚刚还在跟我划清界限 现在有求我做这种事 谢谢啊 你没事吧 你别看我 紧张什么 我又不是没见过自己的身体 连卧室都能走错 你不会是故意的吧 你家那么大 我哪知道 是你路痴 我多了我好人 叫了你 你总是让我失控 对不起 上辈子的痛苦 让我无法再想起任何人 我会用一声证明给你看 我昨天晚上 为什么在你房间睡觉 是你搂着我说 你说喜欢我 跟偷恶狼一样 你说谎 我怎么可能呢 怎么 又忍不住小亲吻了 乐意小姐 这是少爷特意吩咐我 给你买的零食 你不是从来不让我 吃垃圾食品吗 你耍诈 周千 你是不是对我做了什么 是你昨天晚上搂着我 拼命说喜欢我 既然你害怕来到我高处不胜寒的世界 那我就走下来 和你在一起 好了 别开我玩笑了 开机艺术快开了 我们一起去吧 我可以等你 但别让我等太久 赵乐意的父母 就是欠了你们的赌债 千真万确 我要让他身败名恋 事情给我闹得越大越好 还是苏小姐出手破终 就等你瞧吧 赵乐意 还我血汗钱 还我血汗钱 什么情况 抱歉导演 我马上处理好 你这个老赖啊 欠钱不还 只知道找男人 你凭什么演戏啊你 新级女演员 深陷赌债风波 这新闻绝对棒 正好 今天记者都在 这倒是感谢你们 帮我制造声势了 什么 这是我还钱的单据 上面有日期 金额 银行改章 铁证如山 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你怎么提前准备了这些东西 有些人眼红 我不得不防 还有 我赵乐意正式宣布 这部电影的全部片成 将用于成立慈善基金会 帮助留守儿童 乐意真的是明星中的典范呢 周氏集团也会继续保持跟进与支持 还请大家放心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 赵乐意 可恶 我居然替赵乐意做了嫁衣 高兴得太早 好 卡 过 乐意 因为成立慈善基金会的心目呢 电影未拍仙虎 这也都是你 他功劳 谢谢导演还愿意赏实 我给我机会 行 我安装就开拍吧 好 乐意 累了吗 喝口水 你怎么突然对我献殷勤 很明显吧 周颖帝 先说好 我对你毫无感觉 别做没用的事 周奇安 你怎么能由我的身体对周颖杰说这种话 他都印象不好了怎么办 难道你喜欢他 别胡说 他好歹上辈子是我的前辈 是我演戏的导师 我知道这个剧组的饭不和他口味 一直都想着机会报答他 你们在说什么呀 那个 周颖帝 这是我亲手做的 这 这太太就我了 你还亲手给他做饭 你都没给我做过饭吃 颖帝 其实我特别特别的欣赏你 不 我是崇拜你 只是我一直没有一个机会向你表达谢意 所以 今天也就借此表达一下 我的心里话 周总你该不会是想遣归走我吧 我不饿 乐意 帮帮我 他做给你吃的 我有什么资格享用 周奇安 你是不是吃醋了 别惹我 老心狗费的东西 对了 英姐 乐意 我这儿呢有个想法 给你们家长吻戏 特别棒 什么 吻戏 我跟他 对啊 乐意 你就这么不愿意吗 乐意 你是演员 这件事情对你不算什么吧 我警告你 赶紧让他把这种想法打消 投资人 疯了吧 赵乐意 你竟然敢这么对小周总 导演 那这个情况 要不这场戏就找替身吧 行吧 也成 就这样吧 我不知道你这么抗拒 乐意 不好意思 我这辈子只会亲一个人 那就是我自己 你 激烊哥哥一定有什么把柄 在这个女人的身上 我一定不会让她得逞的 辛苦导演 我爷爷病重 我想 照顾家里人要紧 现场我来想把她 好 你就是什么 我说 您的孙女 在外面到处勾引 为了还清比赛 毫无下限 苏晓晓 你在做什么 有脸做 还没脸说呢 谁让你这么对待 激烊哥哥的 我也让你尝尝 对威胁的滋问 什么 你竟然敢打我 苏晓晓 你这根本就不是爱 你这是自私的战友欲 激烊哥哥 我都是为了你好 够了 如果你不想连 女二号的位置都失去 就给我滚远点 抱歉 是我没照顾好您 乐怡 我的时辰不多了 我这辈子最大的愧疚 就是没有 给你留下好的童年 让你承受那么多的磨难 好姑娘 答应爷爷吧 人生苦短 你一定要抓紧眼前的幸福 上天在眷顾你们两人 说过我当初真心你 是不是现在站在你身边的就是我了 让你知道 这种强根本就不值得你依靠 张嘴 赵老爷 非要这样吗 你马上就要爆火了 你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你知不知道 观众都是拿放大镜去看你的 这样看 爷爷的病情已经稳定了 电影也即将拍摄完成 一切都在按照我们的计划 步入正轨 干杯 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上一世新岛的电影 好像就是因为后期投入不足 错过了黄金党 损失了一大波票房 所以你的意思是 换特效团队 不行 其他投资人不会同意的 可是这次是因为我们的计划 孙月饶提升了手段 我们不能明明知道会发生的问题 却选择无视它 那这样我们回来的意义是什么呢 好 我会让谭秘书配合你继续融资的 小周总 这张总都迟到三小时了 他不会不来了吧 我们能做的只有等 我约的是张总 你怎么也来了 你可要感谢我呀 张总都快不来了 是我应该拖过来的 张总 您里面请 谭秘书 给张总拿一个海王军孙 好 太忙了 对不住啊 没事张总 详细的呢 我已经通过秘书发给您了 今天呢 就是想再次约您 聊一下这个项目的前景 你倒太快了 必须再罚三杯角 张总 您先听我说完 我好好陪您 喝一顿 怎么了 看不起我 是不是还想叫我 亲自给你倒杯酒啊 我 我不是那意思 你不和张总喝好 这笔钱你怎么拿呀 哈哈哈哈 喝 周总的架势真是大呀 找人拿钱 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好 我喝 周总的项目投资过大 圈内的专业人士都不太看好啊 我可以拿出专业的评估报告 绝对不会让张总失望 那这样 您每多喝一杯酒 我就让张总多投资一万 陈总 我跟你说两句话 陈总 你 你敢打我脸 周全 你还想再投资一场混吗 我告诉你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坏事做尖的小人 我替全天下的女人打你 我 你们怎么都喜欢来这一套 都喜欢了 还真挺好用 下次 这让我闹着 韩秘书 走了 来来来来 齐总 如果这个项目再增加投入 那就要增加十亿的票房才能回本 目前电影市场才刚刚恢复元气 风险剧增 周公子 有点贪功冒劲啊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还欠吃亏呢 咱们生意人呢 钱要花在刀刃上 有些环节啊 够用就行了 并不是投入越多 钱都能收得回来 还是孙总永远见 我这钱 可不能陪着那个小子打了水漂 我会找个理由撤资 嗯 哼 可我都 刘总 有个消息啊 要跟您通个气 齐安 你的脸是怎么了 哦 我这个是 那个不小心摔到了 您不用担心 孩子 辛苦你了 不辛苦 我接个电话 周总 投资人陆续撤资 剧组现在已经面临停工了 有什么废话 快说 赵乐椅 你以前像我所求爱意的样子 我还真有点怀念 如果你想说这个 就滚 你走了 你会后悔的 你想要什么 乐椅 你变聪明了 我也更欣赏这样的你 可笑 你就不怕我把这些话 说给孙月饶听吗 孙月饶爱我爱得死心塌地 我说什么他都信 当初你也是这么评判我的吧 乐椅 你不一样 我不过是他的工具 肮脏的交易就叫我来做 所以 这也是你受孙月饶指使 做的肮脏事 没想到周启安这么冲动 我就说了两句 他就对我动手 乐椅 周启安根本就不是了 所以呢 回到我身边 你疯了吗 你就不怕我拿着水瓶报警吗 五分钟之前 我还有所记忆 但现在 孙月饶爱我爱得死心塌地 你是自找的 我说什么 张老师 你炸我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这个录音 虽然不能让你身败名利 但也足够让你登上 人生巅峰的美梦破碎 你要是再敢惹周启安 就看看我的手段 周启安根本就能让你身败名利 周启安根本就能让你身败名利 启安我听谭秘书说了 你去约张总吧 那怎么行 现在没有任何比您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了 医生给我留了特效药 我能撑得住 乐姨 别告诉秦安 我想帮帮他 谢谢张总 又给我一次见面的机会 小周啊 我说过 可以给机会 但让你的父亲亲自过来跟我谈 现在已经是十点了 周董事长还没到 你邀请我过来 就是这么待客的 张总 真不好意思呀 盛年的病情加重了 医生叮嘱啊 卧床净痒呢 你看 真不好意思呀 今天让你白跑一趟了 孙月饶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只不过是给他加了一点安眠药 睡得好好的 少年不舒服 在家歇着呢 不过 你们就是这么对张总的 我劝你别惹我 你要是再敢对我爸动手 要不我回去看看 把他接过来 呦 连琪安也要走了 要不张总 您上我办公室坐坐吧 谭秘书 请孙总出去 我们要开会 张总 您请留步 谭秘书 端上来吧 张总 你以为弄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就能留住我 你以为弄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就能留得住我 张总 董事长叮嘱过了 说我们呢 一定要向您好好的解释解释 知道您不爱吃甜食 我便亲手给您备了茶 这是 这是顶级碧罗春 上面的特供品 都是档季的新城 比武台山五颜庙的头香 还珍贵 周董为您备了两金 您回去慢慢 您再看看下一份礼物 好事成双 这是您一直在找的青铜器 现在终于停队了 厉害啊 懂得头戚所好 有得体有度 让收礼的人坦然舒服 备受尊崇啊 张总说笑了 哪有什么头戚所好 只是周氏集团真诚相待吧 这青铜器 我便学数年 小周总 你是怎么得到的 这是我以前在海外留学的时候 有幸与增老相识 增老所赐 能够得到增老的赏识 小周总 你真是难得的年轻人 谁能嫁给这样的男人 真是幸福啊 其实我已经想好求婚了 你说 想好求婚的日子了 真的假的 我怎么说什么你都信啊 我信 谢谢你 要不是你提醒 今天我不一定能拿得下张总 再 多夸两句 爸 是不是吵到您休息了 你们在热闹 我高兴 你们一定很辛苦吧 爸 孙月饶那个女人竟然敢下毒害您 必须马上把她赶走 晚了 孙月饶已经串通了董事会的其他股东 没有正当理由 其他股东是不会站在我们这边的 现在你们在集团行事 要小心 爸 我把您接到我家里吧 不用 孙月饶 比我想象的更深不可测 她背后一定有高人之地 我留下来 她可以掉以轻心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互相扶持的 听说这次张总邀请周其安和赵乐仪参加这次私人祭 不可能 我靠张总担保交了一百万年费才进来的 还赵乐仪凭什么 这不就来了吗 赵乐仪 你一个三线小艺人 没有会员资格也敢进这种高端场所 好啊 给她拉出去 赵小姐受我了解 是谁说张总这次会邀请她做上宾位职呢 闭嘴吧你 看清现实吧 大家都知道 你是孙月饶的情侶 永远也搬不上横面 恭喜张总 圈子里又纳心一名精英成员 周总年轻有努力 没想到连赵小姐也才华横溢 刚才都是误会 小钱 给赵小姐赔个不是 对不起赵小姐 刚才是我唐突 赵小姐果然有过人之处 老少皆也 赵小姐 赵小姐 我去唐洗手间 诸位 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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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陪一枪 是齐安吗 你喝醉了 给我下了药 你应该性情来的人是我 换作是别人 你就没这么舒服 你这么瘦伤 明天新闻就会曝光我们两个人的恋情 我会对你负责的 只有我才能保护你 你怎么就这么爱我 我不相信你变了 以前的赵乐宜 就是个傻子 不会再让你伤害他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你怎么能爱上别人 你这个人 他不会得到爱 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的 你 那个 那个 怎么突然换过来了 他换回来了 行啊 他身体好热 赵乐宜 要笑发作了 你能帮帮我吗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啊 啊 赵乐宜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真会后悔的 我不会 cup帮你 我认识 我 你 你 这 你 你帮我手干嘛 自然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昨晚做什么了 是你自己扑上来的 还把我给绑了起来 行了 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了 那 那我们昨天都换回去了 为什么今天还会换回来 醒来之后 我就想过这个问题 不清醒的意识 激动的情绪 涉及生命的危机 都有可能使我们回到各自的身体里 还有 现在离我们跳桥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这可能是一种 让我们加快速度的提示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还在想昨晚的事 那到底是我对你负责 还是你对我负责 我 我会对你负责的 我对不起你 昨天是个意外 行了 不要再说了 当务之急 是我们要完成复仇 钱颂 无论如何都将要害你 你一定要小心啊 好 我后悔了 我看见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就嫉妒的发狂 你还是爱我的 不要留下我 赵乐一 你真是让我惊喜 感谢各位同学的支持 欢迎报考广海大学 周乐一太强了 她的直播直接让我们去校上了热搜第一 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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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离开我 乐一 别离开我 钱颂 你真的爱上了张乐一 你就连梦里都是他 我绝不允许自己的东西被抢走 赵乐一 不能再留着你了 若你死了 就是几段 钱送 这一切 在 手里 赵老师 我们现在转场去最后一场戏 您跟我的车吧 好 老师上车 乐一 人呢 刚刚还在这里 说好了换装换场景 电话都打不通了 想提前杀青了呗 又在耍大牌 乐一不是没有职业精神的人 你又有多了解他 至少不像你 不会寄予别人的东西 转什么转 一个二个都帮着他说话 秦阳哥哥 这是爷爷留给我的项链 怎么会在这呢 肯定是周秦安出现问题了 喂 请命运 立刻调取片场附近的所有监控 要快 告诉我具体位置 派两车过来接我 可恶 周秦安 你千万不能出事 给我下什么药了 疼怎么这么疼 您可别难过 怪就怪他们给的钱呢 实在是太多了 你这个大明星 身价不菲啊 卢企安 你应该知道 现在赵乐宜有危险吧 你把他怎么了 他在哪 小周总 看你崩溃的样子 好狼狈啊 赵黎平什么喜欢你啊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来 赵小姐 看看你的惨状啊 这是怎么回事 那我和周秦安 换回来了 赵小姐 别一惊一乍的 是谁指使你来的 是小小吗 还是孙叶扰 不管是谁 都不重要 我拿钱办事 吃的都是这口饭 放心 不会让你死得这么轻易了 我的金主可是吩咐 要看着你 妈妈被折磨的样子 钱苏 你把赵乐宜怎么样了 如果不是你非要把他留在身边 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到这一步 是你干的 你只能杀手 赵金 我是来告诉你赵乐宜的下落的 只有你能救他了 我凭什么相信你 凭我终于开启了我的心 凭我也爱他 这么漂亮的一张脸 我是被毁掉 就更有意思了 你 风女人 你这敢咬我 琪安 我们换回来了 我们快去 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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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快给我抓住他 放开 琪安 你 我让你拦住周琪安 你却告诉他赵乐宜的下场 你疯了吗 我从未想过害死过赵乐宜 你这么做已经超越我的底线了 底线 你就是我的一条狗 你跟我谈底线 够了 孙月容 琪安 我不信 我不信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对 你对我而言就是工具 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觉得恶心 你滚了 你滚啊 琪松 你走了就不要再回来 你滚啊 琪安 你终于醒了 你是谁 别碰我 琪安 你没事就好 乐宜不眠不休地守了你三天 乐宜 爸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你就是为了救他才遭遇的不测呀 不 我记得我是被人绑架了 然后 他命是派人来救了我 琪安哥哥 幸好你没事 谢谢 你能离开我房间吗 我看你们头的 怎么说话呢 琪安 周董事长 我还是先出去吧 免得在这儿 爱了小周总的眼 不利于他告诉我 抱歉 周小姐 你说说少爷头部受了重症 出现了短三的失忆 他忘了我 我不怪他 他是为了救我才变成这样的 或许 这就是命的安排 我们也到了该分开的时候了 啊 赵小姐 您真的要走吗 我已经没有资格再待在这儿了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如果你都要走了 那以后就没人再能走进少爷的心了 谭秘书 你怎么能让陌生人在家里随意走动 不关他的事 你别牵弄他了 我马上就走 站住 你检查一下他的行李 少爷 您真的有点过分了 没关系 你检查吧 拳击手套的腕带断了 我换了新的 一到下雨天 他身上就会骑视针 你一定要记得帮他备好药 如果他想喝可乐 你一定要管住他 有他现在的身体不好 要做什么呀 得走 赵小姐 你别伤心 他一定会想起你来的 我不怪他 我也该放下 这本来就是一段 不该开始的感情 天哪 这也太漂亮了吧 喂 少爷 我调查过了 赵小姐的爷爷刚过世没多久 现在他一个人生活 没有过亲手去 知道了 那为什么那个梦如此真实 如果真的是梦 为什么他身上又有那块疤 张总 我给你安排到最好的位置 我一定会给出 最主题的评价 请 风筝在一片黄圆之上 左肝潮落潮着 你还吹大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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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脑子忘了 身体还是会本能地追求的 是不是 谢谢 我希望 每天都能帮你领寻伴 你再废话我就把你的股分扣了 说着违心的话 周总 有什么吩咐 一会儿跟我一起上台 为什么 一般来说 都是电影男女主角一起上场 您跟他在一起 主持人该怎么介绍 乐安影业的老板 和公司力捧的未来之星 我们排练一下 我拒绝 周总 我们应该优先宣传电影 我是公司的老板 我说了算 艺人合同中明文规定 任何演出要和艺人提前报备 如有损声誉可以拒绝 跟武器上台 就这么影响你的声誉是吗 还是说你就是想跟周英杰在一起 别幼稚了 周启安 你走吧 看来 只有赵乐宜能治得住你啊 秦安哥哥 我跟你介绍几个投资人吧 离我远点 我不喜欢别人碰我 赵乐宜 你就这么随便 你管不着 追击火葬场落伍 少爷 您这就是自作自受 你说什么 您想起赵小姐了 没有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但是我就是感觉 他对我很重要 比所有都重要 钱宋 你不要命了 乐宜 你为什么一直躲着我呀 我们还有必要联系吗 别推药我 我对你的感情一直都是认真的 别当我钱宋 如果我还是过去穷算的女学生 你还会一直缠着我吗 当然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用时间去证明的 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曾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 你却一次一次让我失望 滚开 那 那 那 浅宋 好孩子 给过我们机会 什么意思 你就不能藏我的世界里消失吗 我做不到 我快要疯了 如果我今天找不到你 我就会去片场找你 去颁奖典礼上找你 或者去病房 去你爷爷的病房里找你 我真的很想见你 好 浅松 既然你那么想证明你自己 后天的颁奖典礼 就证明给我看 是真的吗 六爷 赵伦 我听说前送 今天晚上要向你去 那又如何 我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这个颁奖典礼 对你来说很重要 所以 周琴 不要妨碍我 妨碍你 你不是喜欢我吗 你怎么会接受其他人 既然已经忘记 我们之间的约定 就不要再来打扰我的复仇 你没有资格再来管我 也不必再淌这趟浑水 管好你那个小妈的事 复仇 好耳熟 浴火重生剧组 也到达了电影现场 这是一支 备受瞩目的强大团队 电影上映后 更是斩获了 五十亿惊人的票房 张乐怡小姐 也因此获得了 国际电影节 影后的称号 藤木哥在后外 谢谢大家 我等着听已经很久了 我也是 嫁给我吧 乐怡 钱送 你做梦 你说什么 你从来就没有爱我 你只爱你自己 爱金钱 爱地位 我之所以让你在颁奖典礼上 给我求婚 就是为了揭穿你的真命 别闹了 乐怡 你故意诱骗我拍桃色视频 就是为了控制我 相信每天都在和其他的女人 滚床单 都是为了借机上位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乐怡 我都是被控制的 我警告你钱送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你的丑恶面 是你先不放过我的 我也要让你尝尝身败名裂 一无所有的滋味 是个隐喻 话说隔世 我终于完成了 对钱送的复仇 那我心中 却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痛快 或许我明白 我的人生 根本不止于此 钱送先生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钱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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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所为复仇吗 可恶啊 我到底忘了什么 好的 辛苦导演 今天的拍摄 您辛苦了 还是大家跟你有下次合作 电影 浴火重生 获得了五十亿的票房 按照规矩 下周会对我宣布 并签署继承协议 齐安 你可是忠视未来的希望啊 少爷 刚才新闻报道 赵小姐 被钱送绑架了 赵乐宜 你凭什么抛下我独自飞黄腾打 钱送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你就是一个自私的疯子 不 你变心都是因为周启恩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周启恩令婉 你还不是一样把你赶出了周家 他跟我有什么不同 赵乐宜 赵乐宜 你说你喜欢我 你做吗 喊 齐安 你记起我来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让我在你的房间 躺在你的床上 因为你是乐安影师的台桌子 风评会直接影响骨骼 原来如此 先喝口汤 就不劳烦周总了 赵雷妮 我们以前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 我不会再提起这件事了 记不得对你来说是好事 你应该看信我放过你 放过我 为什么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你应该去找一个和你们当户队的 事实证明 钱送这棋子太愚蠢了 早点抛弃他是件好事 他以为离开我 赵雷妮会接受的 简直是痴人说梦 好戏才开始 义父 周氏集团经过这几轮风波 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这正是您的布局开始实现的时候 不过义父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您不惜遇切代价 写了正经 周少年曾经是我最后的孙女 我带着他从帮人送货开始打拼 仅用了一年时间 我们就盘下了一个仓库 还是做外博手 公司越做越大 我们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 在人人都想淘金的年代 我们也梦想像那些实业家一样 公司不上市 好兄弟 咱们合作愉快 好 好 不容易啊 道上一级走 好 就在我们以为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们的经营理念 出现了分歧 你为什么要买违禁品 这不算违禁品 只是超出了规定配合 大哥 你这是走钢丝 做生意不冒险 怎么赚钱 都会毁了我们的前途的 你知道不 你胆子这么小 早点滚蛋 谁让你变成这个样子 谁让你变成这个样子 谁成功 分九点 何几一分 我们清算了资产 周盛言自此成立了周氏集团 而我在新的办公室 收到了警察的带领令 没想到周盛言反手就举报了我违法经营 趁机扳倒竞争对手 这十年来 无时无刻不再想报仇 我终于有自己的公司了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周盛言 我代表周氏集团董事长周盛言 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将就周齐安经营的乐安影业 投资失误进行决议 周董事长健康状况良好 本不到你替他行使股东权利 这是周盛言签字签署的授权函 各位 还有意义吗 周齐安擅自增加项目开支 致使项目营收 比预计减少了百分之十五 各位 我认为这对集团 是有长期利益 而且你在项目融资阶段 以暴力威胁投资人 前送水 好啊 请各位看一出好事 孙悦少爱我爱的死心探地 我说什么他都行 乐言 你不一样 我不过是他的工具 芳藏教育就叫我来做 没想到周齐安这么冲动 我说了两句 他就对我动手了 他不适合你 孙悦少 你为了得到周氏 负责手段编奏事实 谈何周齐安 股东会内同意的 请举手 请举手 李叔刘说 你们俩可是跟着我爸 在公司初期婚的元老 你 仅凭一张结婚证 就想把我爸打拼 多年的家业夺子 我想 那张结婚证合理合法 我和盛年的婚姻 受法律保护 在这儿 最没有资格继承周氏集团的 就是你 什么意思 周齐安 不是周盛年的亲生儿子 胡说八道 这简直就是空穴来风 我记得周总的夫人 是搭着肚子嫁入周家的 在那个时候 公司里议论纷纷 我记得周董事长 还采取了很多手段 才把这个八卦压下 这么多年了 知道这个事的老员工 也没多少了 你收了他多少钱 好了 受周盛年先生委托 周氏集团CEO 赞由孙大伟先生赞代 直至周盛年 港府归来 赵老爷 你不该出现自这儿 我现在一无所有 你不用可怜我 我没有可怜你 即使再重来一次 我还是注定会失败 不 周齐安 我们还没有输 我们约定过 我不会让你失败的 这是我们今天制定下的计划 是时候该兑现吗 周盛年 我们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故事我讲完了 你欠我的 也该还了 不要生长 是孙左让我送药进去 孙大伟 这次你跑掉 我明明派人 经历了整层了 你们怎么会 那是你以为的 孙大伟 你的一言一行 都在我们的掌控中 看这儿 这怎么可能 我们事先制造了 你胜利的假象 在病房里安装了监控 剩下的 进去再说吧 带走 这是一年前 我和你的最终计划 周齐安 你比你自己想象中更聪明 经调查 孙氏集团的孙大伟 涉嫌故意伤害罪 孙月饶涉嫌职务侵占 和教唆杀人罪 有关部门正在进行处理 周齐安正式升任 周氏集团董事长职位 杨子的假传闻 也不攻自破 董事长 上个季度的公司报表 我已经收集好了 总裁 其实 赵小姐一直在楼下等你 我马上去见她 赵总 赵总 您说两句 说两句 现在不便透露 谢谢 哦 哦 是这样 你是来祝贺我的吗 乐意 周齐安 我是来跟你解除合约的 你开玩笑呢吧 我没有心情跟你玩 欲擒故纵的把戏 我们之间 已经结束了 不行 你是我公司的艺人 单方面解约 是要付巨额违约金的 周齐安 当初这份合约 是我们一起签下的 上面明确规定 只要我想走 不需要支付任何违约金 随时就可以离开 嗯 我当初怎么会同意 这样的调查 既然周总 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 要绑住我 现在又何必挽留 怎么 是舍不得我这棵摇签书 抬柱子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一切都在捕入正轨 周齐安 希望我们再也不见 哎 哎 乐意小姐 听说您和乐安影视 解除了合约 是真的吗 请你回应一下 前段时间和影帝 周英杰的绯闻吧 你跳槽是为了它吗 我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赵乐意小姐 演技卓越 很有人格魅力 准确来说 是我单方面追求的 周英帝 你该不会 是想拿我超匪文吧 如果说 我是真心的呢 我不同意 赵乐意小姐 请问你对周英帝的告白 怎么看 感情的事 顺其自然吧 珍惜眼前人就好 总裁 你别走啊 诶 赵乐意小姐 其实我今天说的话 并非是为了 唐色记者 而是真心的 我从认识你开始 就在被你吸引 周英帝 或许你不是被我 而是被周齐安呢 什么意思 我很感谢您对我的垂哀 但是真的抱歉 是因为 你还放不下周齐安吗 我可以等 不是的 虽然他依旧没有想起 我们之间的一切 但是他已经坐上了 总裁的位置 而我也终于自由了 我们之间的契约 走到了尽头 齐安 小小从小就爱慕你 又是堂堂苏世千尖 你们俩简直就是 天作之合 赵乐意 你疯了似的逃离我的身边 就是为了他吗 我无法控制自己 我却想他的事 齐安哥哥 齐安 啊 婚礼的地点 我都想好了 我爸也同意将 苏氏集团底下的公司 合并到周氏 我不想见他 走吧 赵乐意 你到底答应了没 他的求婚 这不关你的事吧 回答我 周总还是先管好 自己的家事吧 祝你新婚快乐 我爱他 为什么心要这么痛 总裁 总是让你救命来好 爸 你怎么样了 齐安 别担心 我只是 只是昏迷了一段时间 其实很久以前开始 我就一直做一个重复的梦 孟 齐安 梦里 你的灵魂和乐意交换了 等等 你不能死 拦我干什么 你是不是知道我是谁 如何 在新闻里 光鲜亮丽的企业家 谢时中 却是个残废 你 你是不是还指望 我要感谢你 大叔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不就是个普通人吗 普通人 就算你今天摔死了 又能怎么样 过两天 不还是被大家给忘记了 所以同理 你不要把自己 在大众心里想得太重要了 我竟然被赵小姐的一番话救了 她确实让我无可辩驳 而就在这时 看见了背后的真相 放心 周氏集团 很快就是我们的 你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人 我相信你不让周氏年对你死心塌地 毕竟跟他做了那么多年的兄弟 他的信号 至于周氏集团 也不过是个没用的东西 他顶多就配送个外卖 所以我们并不是穿越到了一年前 而是做了一场 关于实现未来的梦 醒来之后我就跟赵乐怡绑定在了一起 齐安 或许是老天的眷顾 希望你和乐怡能获得幸福 让你们拥有一次 勇敢改变人生的机会 周伯伯 至于你 究竟是要前途 还是要爱情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爸 你知道的 我一直都是一个很自负的人 所以这次 我两个都要 周禄依 周禄依 总裁 我刚刚查到 赵小姐 根本没有上他预定好的航班 你 周禄依 你究竟在哪 周禄依 我曾经 反复被噩梦困扰 而现在 我终于能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感谢明月让我遇见周企安 而我唯一能再为他做的 就是不再让过去的痛苦折磨着他 你怎么知道 他不愿意被折磨 企安 周禄依 是我生命全部的意义 是你 给了我对抗困局的勇气 我以前求你不要死 我现在 求你不要离开我 我不会再放开你的手了 我也不会忘记你 你能 给我一个重新追求你的机会吗 高高在上的小周总 要是你同意我每晚熬夜追剧 吃垃圾食品 偶尔忘带浴巾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